哈囉大家好,我是查爾斯,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來分享好物,我們一起開箱吧! 今天要跟大家來開箱的好物來自於... Chanel!Chanel! 其實大家很少在我的頻道裡面會看到我開箱他們家的東西 因為他們家的商品還是以女性顧客為主嘛 然後男生去常常就是... 跳不到什麼東西這樣子 因為...有啦,就是他們有進了一些比較中性的東西,是可以買的 但是,你知道嗎?如果是我拿2.55包,或者是Chanel Boy 就會覺得很奇怪嘛,對不對? OK,所以我很難得可以在香奈牙買到喜歡的東西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一起分享囉! 好,首先呢,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外...外觀 就是他們家的紙袋就會...上面會有這個很典雅的山茶花 以及這種斷袋裝飾這樣 包得非常的精緻、漂亮 所以,為什麼女生就會很希望自己的禮物啊 或者是自己買的時候會...會收到像這樣子一個包裝的紙袋 他們會很開心 那這樣呢,在這個裡面呢... 欸...欸... 重點來了! 有沒有看到?也是... 它的禮盒包裝的時候也是會有一個山茶花的樣子 就是一朵花貼在上面 如果你有常常在買的話,其實是可以收集起來的 對,其實還滿美的啦 OK? 好,那今天茶老師就是要來跟大家開箱這個小小的東西 我們就一起來看吧! 那...其實我覺得能夠入手這個商品呢... 一切就是緣分 我之前就一直才強調說商品是會召喚人的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就是跟朋友出去逛街 然後...其實就是...欸...吃完飯了...還沒吃飯 然後呢,朋友就突然說... 你最近好像都比較沒有看你買什麼沒有買什麼 都說... 哎呀...最近好像比較沒有什麼物欲啊 就不知道沒有看到什麼喜歡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呢,也很反常的 就朋友就... 平常根本就不會說要... 踏進任何一家精品店的人 然後突然就建議說... 啊...不如我們去...去香奈爾看一下好了 然後...齁...齁... 我想說...哇... 這是發生什麼事情 於是呢,我們就去了香奈爾這樣 然後進去呢,我朋友就是... 亂逛 我想說專員都一直跟在旁邊 這樣我其實...蠻...蠻...蠻害怕的 因為我們感覺好像沒有什麼目的性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於是我就... 出面解決這一切 因為... 我很愛... 看一些配件就是... 兇針類的這樣 然後我就跟那個... 專員說... 呃...請問有什麼兇針嗎? 然後...那個專員就說... 哦...要看兇針好 然後他就去... 端出來一大盤的兇針這樣 我總說... 你進去店裡面給人家顯晃 超怪的 一定要有一件事情... 就算你不買也要假裝 你有在找什麼吧 這樣才不會... 顯得那個... 氣氛很尷尬 好啦,結果呢 專員就端出來一盤 哇賽 裡面就是... 各種琳瑯滿目的... 兇針這樣 我很愛兇針 然後呢,我就... 在裡面就看到了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一顆兇針 來,我們就來開 我已經把那個上面的斷帶拿掉了 那裡面的這個也包得很好 裡面會有一張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小卡 像應該是介紹產品啦 就跟... LV的那種... 喔對 它就是一些字就是告訴你說這個... 呃... 胸針的保養 或者是你在使用的時候要... 呃... 要避開哪些... 什麼就是潮濕啊 或者是什麼的這樣 好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裡面的包裝 這個很舒服的... 呃... 包裝的套子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它 我上一個... 胸針 待會會跟大家分享 我上一個香奈兒的胸針 已經駛駛了...有三年了吧 對 好,我們今天的重點 先來看這個 來囉來囉 開給大家看囉 哈囉 哇哦 有沒有覺得... 似曾相似 我看到這一顆的... 第一個瞬間 我就決定... 我覺得要拿它了 當然... 決定要拿它的背後就是... 很擔心價錢 所以... 我那時候看到這一顆胸針的時候 我就... 問了那個... 呃...專員說... 欸...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這個胸針... 呃...它的售價是多少 然後他在那邊... iPad 弄了一陣子之後啊 就感覺找了很久 因為可能他們... 商品太多了 所以... 他就弄了很久 然後終於... 找到了 然後爆出來那個價錢 讓我覺得... 嗯... Not bad 還在我可以... 理解跟... 就是... 接受的範圍 所以... 我大概那時候大概就有八成想要把它帶走了這樣子 但是呢... 就是... 你知道買東西還是有時候需要一點理智的這樣 就是要看這個東西是不是適合你啊 或者是... 就是... 跟你有沒有緣分啦 好... 那為什麼我會看中這個胸針 是因為... X老師之前的另外一個胸針呢? 就是... GUJI的那個... 胸針...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最近有看那個了嗎? 終局之戰了嗎? 薩諾斯的那個... 手套... 無限寶石 就從... 上一集就有在收集這個東西 你們不覺得... 這個GUJI的胸針就好像薩諾斯在收集的那些無限寶石嗎? 我連我帶著這個去上鋼琴課 我的學生都會說 哇...這個真的是... 很像無限寶石 然後... 我學生很可愛 他就說... 看了一下... 他有夠認真 他說... 老師... 你這個上面好像沒有力量寶石耶 我說... 力量寶石是什麼意思? 他說... 紫色的 然後就... 紫色的在腳上 就是... 因為我穿了那個... GUJI的珠寶鞋 然後又配了這個 然後... 紫色的那一個... 你們知道我不想再拿出來 你們應該看膩了 就是那雙珠寶鞋上面的那個... 寶石是紫色 我說...你看... 全部都有收到喔 只是... 分配在不同的地方 對啊... 你看一下這個GUJI的這個... 胸增 再看一下剛剛... 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香奈兒 你不覺得他們兩個好像是... 一... 嗯... 同一個系列的嗎? 明明就是不同的品牌 可是... 卻做了... 這麼... 類似的... 東西 就是... 當然珠寶上面的設計還是不一樣啦 然後啊... 因為就是... 搭上這個... 呃... 復仇者聯盟最後終局之戰的這個旋風 雖然他也是一個寶石 但是你不覺得這個寶石的配色 讓我一直想到裡面這個... 很特別的角色叫做... 聶布拉... 聶布拉... 就是... 他是一個藍色的... 被改造... 一直薩諾斯每一次不斷地改造他 讓他變得完美的一個角色 他以前在星際異宮隊或什麼都是一個比較反派的角色 沒有這麼... 討喜 可是他在... 第四集的這個... 呃... 終局之戰裡面突然就變得... 我覺得他的講話就是... 很直接這樣一針見血 然後... 還蠻有效果的 就比如說那個... 有沒有...那個蟻人坐在那邊... 會不會爆雷 應該... 影片上傳大家也看了吧 反正這不算爆雷 反正... 就是... 蟻人坐在那邊吃東西的時候 他就說... 欸...那個廳基品上面有個白痴還是什麼的 就是... 他就是... 講話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不知道聶布拉是誰的話 之前有一個那個... 野蠻遊戲的那個... 呃... 就是... 巨石強身演的那個野蠻遊戲的版本 裡面那個女主角就是... 聶布拉本人... 以本人的形象去演出 超正... 超美的 OK... 好啦... 那這個呢... 我決定就叫他聶布拉好了 因為... 他上面有這種銀色的 然後又搭上這個寶石有... 聶布拉的配色就是有... 就是有... 深的藍色跟淺的藍色 還有一些金屬質感 我覺得跟這個蠻像的 對... 我覺得... 好好看喔 那個當下我就覺得... 怎麼會有兩個... 不同... 欸... 兩個不同品牌的凶真 然後有這麼異曲同工之妙 然後後來我真的發現我很常去... 找這種上面有寶石的凶真 對... 慢慢再跟大家分享 好... 昨天呢... 我在... 就是... 試戴的時候我發現... 他的... 顏色真的是深深淺淺這樣搭配起來真的很好看 因為... 現在我就不用別在我衣服上面 因為我衣服也是黑色 在他的包裝袋裡也是黑色... 黑色的 你就會看得出來他就是比較襯得出來 但是呢... 因為我昨天穿的是一件... 很... 淺色的牛仔外套 然後那個牛仔外套穿上去之後 你們覺得他的感覺會像是... 冬天還是夏天的配件 其實我覺得都蠻不錯的 我現在就別給大家看 就是... 我昨天穿的牛仔外套別上去之後啊 我就覺得他有一種... 夏天的那種游泳池的感覺 好...稍微弄一下給大家看 你會感受到那個寶石透露出來的那種... 清涼感 然後加上他的那個... 銀色 就會比較... 比較冷色調的 就會像這樣子 我覺得... 婆美 就是... 這樣有顯得出來那個效果嗎? 對... 就是藍色的 然後... 因為現在的光線並沒有這麼漂亮 如果在日光下 或是像我昨天在店裡面 他們光線就很美 我就覺得... 喔... 好讚喔 然後配上一個淺淺的... 布料這樣 哇... 很搭 然後如果... 我也試過 如果他套在比較... 像小巷峰的那種... 毛泥的外套上面啊 呃... 就比較冬天 就會感覺是比較... 冷的那種色調 所以... 我覺得他滿... 百搭的 然後符合我... 喜歡的路線 因為... 香奈兒的胸針 我其實... 很想要收集啊 然後... 可是之前就會... 嗯... 問過... 很多朋友的意見 他們都會說喔 香奈兒的胸針 就是那個LOGO啊 你為什麼看... 那個戴上去就看起來很像人家的... 專員 就是好像我是... 專櫃的服務人員這樣子 我說... 也沒什麼不好 他說可是那就很... 很品牌 我說不是大家的胸針都是很... 很品牌的LOGO嗎 對... 所以... 我其實... 覺得也是啦 就是... 戴上去好像就是他們的制服的感覺 可是... 這個... 我覺得... OK... 我可以接受 就... 他也滿大的 如果... 太小小的又覺得有點... 太秀氣了 他真的是滿大的 真的跟剛剛那個比起來 兩個... 有拼喔 兩個真的是有拼 我好喜歡這種FU喔 你不要覺得... 男生戴這個會不會太華麗或什麼 我告訴你 胸針 尤其是像這樣的珠寶胸針啊 做成這樣子的 我試過在冬天的時候 穿黑色素的帽梯 配上一個這個 超好看的 就是... 很完美 因為... 你會覺得素梯就是一個很... 呃... 簡單的東西 然後又是黑色的 黑色素梯 然後配上一個華麗的珠寶感的時候 哇... 那個... 我覺得那個Balance是很潮的 真的很好看 你可以試試看 不一定要從這兩個 你可以去找就是有類似這樣的胸針 對... 所以我覺得... 能夠入手這一顆很開心 因為它的... 年份 就是它是不是這一季的 其實我也搞不太清楚 我沒有這麼... 關注香奈兒的東西 因為通常就是去他們家 就是... 有什麼你看什麼啊 沒有你也... 我也沒有特別說一定會去買 所以我不會去... 留意它的季節這樣 那昨天看這一顆的時候 呃... 就是一個是... 展示的 然後一個是全新的 我拿的這一顆是... 全新的 那就表示說它有可能是剛進貨 或者是... 賣得很久沒有賣掉 但是我覺得剛進貨的... 機率比較大 因為我在官網上面也還找不到 它的商品的圖案跟資訊 所以... 我很難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就是裡面看不到這一顆 要嘛就是真的太新 要嘛就是很久 可是... 它如果是過季很久 那為什麼它... 還在電上 而且還有全新的 所以我想可能是... 新的這一季的東西這樣 那意思就是說 這可能是卡爾爺爺的... 呃... 最後的代表作的一部分這樣子 能夠收到 我覺得... 很棒 來給你們看一下細節 哇... 真的是... 美... 帶... 了... 好漂亮 然後這藍色我... 我愛...我愛... OK... 好啦這就是... 我收集配件的一個... 部分這樣 我真的很喜歡收集胸針 胸針真的很好用 因為... 衣服... 一向我都買得很素 可是我不同的胸針 搭上不同的衣服 去組合起來 感覺就很... 很不一樣 所以我很鼓勵... 大家去往... 胸針這個東西去找 好看的胸針 跟你覺得... 你值得入手的胸針 因為它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你可以... 不管怎麼搭 或是好幾個胸針組合在一起 那個... 感覺是不一樣的 對... 然後加上它的價位 又不是這麼的... 呃...高 因為如果你買一件... 精品的... 呃... 衣服好了 T恤可能就要... 一萬多兩萬 那像胸針這種東西 價位也差不多 在這個範圍內 可是... 它... 比較不會壞掉 衣服洗久了 或者是你可能會很容易擬 你就會... 想要換掉 那胸針這種配件類的東西 就是... 隨便你搭 那比起項鍊呢 查爾斯就很少買... 就真的很少買項鍊 因為我覺得胸針更實用啦 外套 或是是單穿一件素T的時候 然後我都可以用 項鍊就是... 你知道... 要戴著 除非... 嗯... 就是我今天有... 之前有一條水鑽那個我會戴 但其他... 我平常真的很少買項鍊 我比較是... prefer 買... 胸針的人 好啦... 既然都提到胸針 我就不免要趁著這個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第一個入手的香奈爾胸針 欸... 我好像沒有問... 因為那時候... 我還沒有被... 啟發要來做這種開箱影片 所以我可能沒有介紹過 就是這一個... 呃... 機場系列的胸針 噢... 香奈爾有一季的那個秀場 是把它弄成那個... 呃... Check-in 的地方 就是機場 然後... 這個胸針就是... 很... 好像也很限量欸 因為... 兩架飛機你會看到 重疊在一起的一個是黑色的飛機 然後一個是鏡子 它其實是真的是鏡子 你可以看到我的影片在錄鏡 對 然後它在這個地方有logo 這樣子 對 就是... 不是這麼明顯 然後男生帶... 那時候我就看到 我就覺得... 哇 超可愛的 我就真的... 這個是我真的有特別去找 結果... 剛好真的有 所以我就覺得能夠買到 是很lucky的一件事情 後來就有很多朋友想要收 就真的是... 買不到 這是我人生的第一個熊... 呃... 不是人生第一個熊針 是人生第一個 香奈兒的熊針 對 那我記得這一個的價錢 大概是一萬八千多 那... 昨天買的這個珠寶的這一個 是在... 兩萬二左右這樣 有一個零頭 大概一百八還多少 反正就是你都當作它是... 兩萬二就對了 那... 我記得這個好像也差不多是在... 一萬八到兩萬多吧 我忘記 因為... 買過還要去計價錢實在是... 太辛苦了 所以就...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 各家品牌其實有興趣 如果真的很好看我會收 那路易威登就LV的... 最代表的就是這一顆 我... 就是只有這一顆熊針了 這個V的熊針 上面也都是... 滿滿的鑽 那這一個熊針其實就是那個LV的... 那個Twist Lock的一部分 因為它是兩個 就是... 它是... 其實是要這樣子 那這一顆比較... 不一樣是... 它不是用針 它是用磁鐵的 那我必須說... 我後來用的比較少 好... 先... 大概別一下給大家看 就是像這樣子 對... 其實它很閃 然後在... 漂亮的光線底下 它閃瞎你的眼睛 真的超美的 那我用的少的原因是因為... 它不是真的 它是磁鐵的 對... 它是磁鐵的 所以如果你穿... 比較厚料的外套的時候 哇... 我後來要用 我都會在... 這一面的地方 貼上雙面膠 至少把它黏在衣服上 萬一這一片 後面的磁鐵... 就是... 掉了之後 我至少... 胸針還不會... 掉下來 因為我真的摔過幾次 我還... 掉過鑽 所以我是有拿去... 做補鑽的動作 對... 我就比較害怕這一顆 所以... 後來... 雖然很美 但是如果沒有場合或什麼 我就是... 好好的保存它這樣子 然後... 印象中這一顆也大概就在 兩萬三千塊左右 對... 兩萬三千五好像是 對... 但是也是很限量 沒幾顆啦 那時候帶... 帶出去然後... 後來很多... 很多... 在活動上面碰到的姊姊們 他們就很喜歡 然後大概就把台灣的就買光 包括... Steve... 也買了一顆 所以我們有一顆... 你知道... 我們有... 拍了一支影片 喜歡的我放連結給你們看 就是我們有一起去找這一顆胸針 好... 然後... 你會發現我很喜歡那種珠寶路線的胸針呢 是來自於這個... Marche Cups 我也... 就是... 前前任的LV的設計師 他也是這種珠寶的類型 但是... 很好看... 你們懂不懂... 真的是... 來看一下... 上面有幾顆的... 大顆的珠寶這樣子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是瓶蓋的設計 對... 這是那個一開罐的拉環 然後他把它弄在胸針上面 是一個瓶針的概念 喔... 我真的是... 這一顆也是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要買 這一顆就沒有這麼貴 因為... Marche Cups的定價 本來就不是這麼嚇人 這一顆... 我記得... 五千八吧 好像是五千... 八百多... 還...五千九 反正沒有超過六千 那我如果穿上牛爪外套的時候 這樣別 哇...那個效果是很棒 就是... 超好看的 也是閃閃的 有這種... 呃... 寶石感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這幾顆是我... 後來發現我一直在收集這種就是... 因為我穿的衣服都很無聊 可是就是透過一點點這種... 寶石的感覺去把它映襯出來 大家就覺得... 哇...你今天好像穿得很正式 其實沒有 你... 拆掉之後就是速到不行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推大家去找一些... 這種漂亮的胸針 可以幫你的衣服... 加分很多 對... 我覺得... 遠遠的你就會看到有一個... 符號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是... 寶石又特別的容易... 吸引人家的目光 就會... 分散你的注意力 比如說我今天可能... 穿得... 很邋遢 或者是今天狀況不好 我就不要... 讓人家注意這麼多 你就把一個東西放上去 大家的目光就會... 往那個地方去看 你就不會注意到你其他 不想被大家看到的事情 除了胖這件事情 我最近真的是胖到一個... 無可救藥 可是呢... 管他的... 你們如果有去看復仇者聯盟 就知道了 索爾還不是... 不要再爆雷了 好...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 胸針分享 那也希望大家呢... 如果有機會出去逛街的時候 能夠挑到自己喜歡的胸針 如果你覺得CP值... 跟他的品質... 還有他各方面的... 那個... 需求都符合你想要的的時候 不要猶豫了 就下手 因為有些東西錯過了之後 就不會再有了 我想這顆應該... 很快就會跟... 在電上說拜拜 所以如果... 你有入手的朋友 我覺得你們非常的lucky 這真的很好看 好啦...那這支影片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一下讚 還有把影片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